好多说硅谷的房子贵啊 说硅谷宇宙中心寸足寸金 你真要算一下 照中国的房地产的价格算 就是比如说一个single family house 一个独栋的房子 算上前面的院子 算上后面的院子 算上车库 算上所有室内面积 加起来你发现硅谷的一套房子 一平米是两万多人民币 也就比天津还便宜 那是硅谷真实的房价 它实际上说是宇宙中心 实际上它的这个价格 可能也就是国内的一个二三线城市的一个真正价格 而且硅谷房产税是百分之零点几 一年很多房子一年交的这个房产税 就是一套iPhone的钱 你说房产税高啊 在硅谷也不成立 硅谷很多地方的房产税 最多就是一万多两万多 可能就这么多 当地的收入来看 就是一个月工资 或者是半个月工资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你说硅谷寸足寸金 其实真的不成立 美国其他地方房子可能比硅谷还要便宜 之前那个新冠疫情来的时候说 美国房价暴涨 暴涨一大波 到现在你看那暴涨之后 房价变成一平米就4000块钱 5000块钱 在美国最大的 比如说休斯顿休斯顿 芝加哥很多地方 就是4000块钱5000块钱一平米 这都是世界大都市大中心 你发现那个房价比你想象到便宜的多 所以说我觉得不要说美国房价贵 便宜怎么之类的 就是美国房子首先成本贵在维护的成本 就是它没有物业 几乎那个HOA是不管事的 所以说你买一个房子 房价挂下来这个市场价按照美平预算 其实它真的就不如中国的小县城的城市 所以说你不要说觉得这硅谷房子有多贵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贵 所以说你会想那种正硅谷房子